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效劳主助先佛维闻财神陶诸功 商圣范黎登台 圣世 著书 论不惧设立目标 不惧设立目标 每位世人一定都有梦想 只是多数世人惧怕设立目标完成梦想 原因是害怕目标过于远大没有信心逐步的依照计划执行 也有因为害怕让他人知道目标产生异样眼光 总之 凡事都处于畏惧 甚至没有开始就在内心否决 如何能完成梦想呢 消极的念头总是成为世人的绊脚石 甚至有歹命的念头 阻碍逐梦的阶梯 其心念总挂碍着自己素页深重 设立计划一定招惹素食 或因为福分不足无法完成梦想 不如务实地做些容易的事 可能比较有效率 其实素页再深重 只要有详实的计划 按部就班地达成 多数的成功都是来自设立目标 只有极少数是世人士仰赖素食之福分 及幸运达成短暂成功 执事者应成天命后 设立目标 组织团队 各团队也需要再设立次要目标 团队中的孪生会因为达成小目标而喜悦 更因此产生向心力 注意待天宣化 孪生亦须有向往回天的远大目标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逐步地依孪堂建立的大目标执行 环环相扣 每位孪生会因此增添了许多功德 因为每位孪生小小的善行齐聚一堂 以待天宣化为共同目标 就是一股共善力量 这股力量不断鞭策团队 并将此善得其头向大善 所以不惧设立目标是每位孪生必须自免的功课 本部圣书主师为文才神 凡有发心祈愿于大兴事业开展 红图上前程必获原亨利珍 欢迎护持此善书与注印 无极老母垂次般理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园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植栽元灵树 指派一仙照拂众生移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必以元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注集无极正道院 可去净土修行 小编心得 感恩文财神陶诸公慈悲 这部圣书很适合道场领导者看 例如庙宇管理者 佛堂管理者 典传师 坛主 鸾门圣堂前辈者 因为有时候内部人员与新来的前贤 所需要注意之处不同 在众多意见中要如何调适出最符合天意的方法 这都是一定的挑战 不管信仰什么宗教或在哪个道场 建议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让自己死后不要到地狱去受苦 可以去灵修院修行 正果回天 每月注印善书书籍功德无量 如果是没有求道的人或信仰别的宗教者 或者求道后没有很努力去道场修道的人 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过关者是直接打回地府哟 没有的话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以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但需亲自联络圣堂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与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没有其他了 小编知道至少会花点钱 但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钱 觉得值得 我们有 nearby人的地区 有些地区 在佛山中之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